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,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口气,曝光了好几款新型武器,比如,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,宇燕核动力导弹,匕首高超音速导弹,波赛东无人潜航器等等,给美国造成了不小的震撼。 而在今年2月20日的国情咨文中,普京再次曝光了一款大杀器,这就是告试高超音速反舰导弹,告试导弹内部代号3M22,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,最大速度可达到9马赫,不仅可以攻击水面舰艇,也可对陆地目标进行攻击。 告试导弹采用冲压发动机原理,可相容在3M14、3M54等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中,这意味着像暴徒M这类,只有900吨的小型军舰,也能够发射告试导弹。 俄罗斯一向喜欢在小型军舰上堆积武器,告试导弹的出现,可以让这些小艇,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。 现代防空系统的拦截局限是3马赫,而告试导弹最大速度可达9马赫。 这意味着世界上目前没有一种防空系统,可追上告试的速度,更不可能拦截告试导弹。 难怪德国媒体惊呼告试导弹无法防御,英国媒体更是直言,告试导弹恐将彻底改变现代海战格局。 外国媒体的话,并非危言耸听。 告试导弹让暴徒M这类小艇理论上,具备了击沉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。 而告试只要发射出去,敌方舰艇的防空系统,根本无法拦截。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。 俄罗斯最近几年改变了一些策略,在总体实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。 在军事技术上,不再追求全方位改超美国,而是采用非对称的手段,保证,在一部分关键领域领先于美国。 无论是告试高超音速反舰导弹,匕首高超音速导弹,还是波赛东无人前航器,都是普京非对称思维下的产物。 这些武器构成了俄新一代的战略威慑手段。